每逢农历新年将大红春联贴在门上可以增添喜庆 而手写的春联更是显得珍贵 在泰国曼谷的唐人街就有书法家忙着书写春联作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地对传统手写春联的需求逐渐减少 如今在唐人街只剩下最后一名书法家在兜售手写春联 春联书法作品未来在当地恐怕再也无人问津 现年54岁的书法家围谦的店铺位于曼谷唐人街的中心地带 开业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 他在17岁时接手继父的春联生意 过去几十年春联书法作品的售价介于60泰铢到150泰铢不等 折合约8令吉到20令吉左右 除了农历新年 春联也会在结婚和宗教仪式派上用场 随着人们对春联的需求越来越少 唯谦也是少数在曼谷掌握书写能力的人之一 除了农历新年代的水平 水平静 刚才听到的 没有读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